那我们就去看看唐三碰见的几个桃花吧 唐三的第一朵小桃花当然是非小五莫属了 两个人六岁就相识产生感情了 两个人可谓是相依为敏 原本是以兄妹的名义在一起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两人之间的暧昧 即使唐三一开始有点不愿承认 但是最终还是看明白了自己的心 小五曾经还为了唐三要献祭自己 双方为了对方连命都不要 各位是情深意重 第二朵桃花就是盖世龙蛇宝贝苏女莫依然 两人不打不相识 为了争夺凤尾机关蛇和唐三进行比试 最终唐三在强大的主角光环下 凭借自己一手出身入化的暗器 彻底折服了莫依然 莫依然算是比较傲娇的美女 如果不喜欢唐三 也不会自动上去亲她对吧 第三朵桃花就是胡烈娜 说起来胡烈娜也挺冤枉的 她喜欢上唐三的时候 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唐三 胡烈娜是五魂殿下任教皇的候选人 原本因为输给唐三 对唐三恨之入骨 在杀戮之都和唐三重逢 唐三已经变了一个样 蓝衣皇极大限度的提升了唐三的颜值 胡烈娜却并不知道她的身份 之后一点点爱上了她 即便后来知道了唐三的身份 依然是对唐三下不去杀手 第四朵桃花是千刃雪 她是教皇的女儿 天使之神的传承者 身性高傲 却嘟嘟放不下唐三 又不想放过唐三 杀是真杀 爱也是真爱 真的是最矛盾呀 第五朵桃花是活武 也是一个角色的女子 唐三比赛时单挑过活武 不过从比赛呈现的结果来看 唐三输给了活武 但是活武心里清楚 输过唐三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那么输赢就不一定了 那场比赛过后 活武还找过唐三几次 并成功清到了唐三 好巧不巧还被小五看见了 场面是相当尴尬